在本日南投县议会召开第19节第三次定期会中 针对仁爱乡投89线路况问题 县议员廖文贤也来进行发言 旧家县府有合规划方案来进行道路修缮工程 营造安全舒适的道路以立乡民安心通行 林县长 谢谢你对我们这个整个仁爱乡的交通道路的这个关心 未来这个投89线 你要怎么样的来把它整治 尤其是整个八处的这个崩塌地 使这条89线能够畅通无足 让我们三个村八个部落的这个村民 能够有一个平安而且安全回家的路 农产品的运输也非常的顺畅 相对的也提升我们的原住民的这个经济 而为了能对投89线路况做出更合适的修缮规划 保障乡民们的出租安全 议长和上方也表示 县议会明日定期会议程也将前往实地考察 并要求县府相关单位一同出席 来请清地方需求 以便能对此处路况做出更妥善的改善规划 确实这条路要弄起来 这条路农民在那边种的狗树也很多 要出入也很多 所以我希望深圳府一定要尽力 完成这条路 明天的总咨询 我们就改到原来乡 头89的例行道路 我们就实地去砍查 好不好 我们要求深圳府有关单位一起配合吧 到那边实际看需要怎么做 请那些地方的川理长 香港有需要 看要怎么配合来 要求我们深圳府 一定要尽快尽力 从这条路要尽量修好 人在江头89线 是许多乡民往来更做必经道路 但路况不良问题 也是地方上常年来的困扰 对此议员们也呼吁县府 要重视并做出规划 紧速将路况问题做出改善 才能保障乡民通行安全 记者卢宇凯 南图县议会采访报道